字幕提供 又回來了 看到一個屋檯門 在指指下 沒錯 其實 概念也是 介紹開就介紹完 又是願望到的一個生產品 這個 跟Mato Map味一樣 Thomas 因為其實還未正式出街 沒錯 接下來會大約幾時出街 我想一個月左右 我不敢回答 因為其實銷量是聽聞 數量不錯 所以可能它分批出都不頂 這個就是 包裝未准好 但它就叫Seabag 那個版件 差不多回來了 尤其是大腿的銀色位 它就長身已經噴到色 我們那個版本 其實是否最更新 其實未必 我們砌完再砌 但我們程度砌了 拿給大家看看 這個其實 你這樣目測 Thomas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分別 跟Iman我們常見的情況 其實我看 它的複雜性 又多很多 是啊 其實 譬如它的 關節 或者我們叫做內甲 那個部分 其實它所有為事 都做多了很多 細節的地方 是啊 所以 現在它 就一個 素組的狀態 我不知道到時候 它的分色是否會這樣 它有沒有做過什麼 加工 它跟現在的顏色會加工 你看到大腿的甲位 不如先脫 OK 先撿一下 這些一定有的 你們很想看到這些場景 對吧 先撿一下 因為它現在的大腿位頂著 即是顏色應該會跟最終大家派街 會有一點 一樣的 有一點的 有一點的部分 我們先拿來做 其實它是一個 大腿有噴色 只會跟Mk2一樣 Mk2、Mk3一樣 OK 它在這裡玩得很盡 我要先調整 先調整 嗯 這個場合有一點 難度 真是何人都會流 其實幾個月前 差不多2月份 我拿了一隻 真的是 是試啤版 我就拿來玩 膽粗粗 然後拍完之後 很多朋友 尤其是內地的朋友 然後就不停在這裡 就給留言 說這隻模型怎樣 怎樣怎樣 其實呢 是 因為當時的版 真的是版 不過 幸好 始終真金匹匹的紅爐火 因為那些GridGrid聲 那些 其實你因為模型的關節 其實怎麼會沒有聲音呢 是啊 沒錯 或者怎麼會不會搖搖搖 只不過當時我們做Live 不過我不跟大家解釋 先說一下這隻 這隻其實就是 再後期一點 差不多出貨的版本 OK 現在這些顏色其實也是噴了的 大腿的顏色也是噴了的 大腿的顏色也是噴了的 嗯 所以 就類似 好像兩張Mk2Mk3 即是到時我們素組 都出到這個效果 OK 即是銀色的地方 我都不需要特別 要做些什麼處理 不用噴的了 紅色藍色的地方 都是跟回 對 而我們自己懶的 其實有些水貼提供 我們就沒有去 特地去叫做黏 還沒說一次黏水貼 它還有水貼 有的 還有一些小的小位 可以貼上水貼 更好看 OK 剛剛Thomas說 是複雜一點 因為差不多應該900件 不知道800幾 900幾件的件 有些朋友說 差不多到某大牌子的 很重要的 對 當然 有些朋友說 太難砌了 砌過的 師兄們 即是我們 朋友同事們 他們說 其實還未到地獄級 不是做不到 也不是很難砌 因為那個朋友 也不是經常砌 我的同事也不是經常砌 即是它其實都是零件 比較多的 目的都是希望零件 有些細節會有細節 對 而它的特性 就是 這隻奧克文 最棒的就是 背部有些龍骨 龍骨 給大家看看 有些彎腰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連動 龍骨 其實我想Thomas也擔心 我只要弄 其實是可以的 有些連動在這裡 而那些連動 即是那些件 會遮蓋一些空間位 不會很尷尬 你一拉開 好像沒有了些細節 它反而會露出一些細節 這個也是這隻奧克文版本的 精髓所採 很多人都會玩它 我背部 其實這些設計 很多時候都要去到 七合金 才會做這些 模型造 我真的不知道 小砌模型 我不知道 我要問他 你才知道 小見 不知道 KGU換具類似 有些什麼 我真的不懂 因為我小砌 但有很多漂亮 有質素的 其他模型會做連動 例如千夕鏈 Visio 會做這些連動位 即是蓋著 沒錯 它連模型都做了 手腳全部都有 是啊 而且本身 柯柏文 也有很多不同版本 很多不同形態 也有TV版 也有Movie版 這個就是Bumblebee版 BumblebeeMovie版 出場不是很多 但是比較多人認為 它是一個比較心儀的形象 OK 我們覺得其實 很多產品 在這個模型的 製作品 都是相對受歡迎的 是的 是的 有些觀眾問 那些軟件 你覺得它這麼複雜 會不會比較鬆 應該沒有這個 無形來計 就不會鬆 說真的 如果你要很穩陣 很安全 其實我建議你 買其他品牌的 Action Figure 完成品 是的 一定的 你又不用拆 水枝也不用貼 但你又喜歡挑戰難度 或者想自己享受過程組裝 或者看細節 我又覺得這個是可以選擇 右手適合 拿槍 Thomas要托一托 這個我特意托高支槍 看看它會不會承托 有沒有筆舉 看看會不會跌下來 這個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組裝也發覺是可以的 因為成品Figure 經常都會有些連動 它會固定到那些位置 但其實這個模型 都有 不過它沒有跳尺連動 但其實也是穩陣 不過我們發覺組裝 我們這個版 右手不知為何差 所以右手只差 剛才Thomas托一托 但其實行業都沒有什麼事 它都沒有托 至於有朋友問 又是問那些有沒有變形的事 其實不用說 不是鞋子寶 你就不用變形 多厲害的公司 幾個公司 至少我以我所知 到目前為止 這個可以變形的授權 是沒有托出來的 除非它是自己改 或者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之下 做出來 所以是沒有的 為何沒有爆霜 3.0 為何沒有 是沒有 就是Max 一間就會有 沒錯 你沒有看照片 那張照片已經放了盒 除非我們不夠時間 組件鬆不鬆 我就是模型 有時你玩得太激烈 可能有些件會鬆出來 不過有時成品都會跌件 是的 這隻其實我的同事 測完之後 他都相當滿意 當然還有一個武器 這個大斧頭 大斧頭 還有一支槍 除了一把槍之外 還有一把斧頭 是的 至於你說手指 其實每個手指都是連動的 但是大家不用想 他用這麼可動的手指 還拿著東西 其實是不可能的 他在手掌上心 其實有些位置卡住了 卡住武器 反而更穩妥 所以現在一把槍 他現在 握一把槍 現在握一把槍 那把槍 其實不是靠手指握著 是靠掌心的位置 有個入筍咪 卡住把槍 手指便可以隨意去當 因為其實應該把槍也有 有啊 如果他的手指還要做連動 應該都很難 對 其實你看成品 他們甚至是用一個造型手 整隻手是一個形態 這樣才能做到 那無形 怎能做到呢 反而我的小意見 他的手指是好玩 是漂亮 不過真的容易 一來受不了力 是容易爛的 因為他很細 很幼 你可以看到鏡頭 是很幼 所以如果你太粗玩 要轉到這邊 如果太粗玩 其實他真的有可能 是脫掉的 對 大家看清楚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日後再出這些模型 或者其他模型公司也好 考慮出造型手 可能他都違背了一切模型的原則 是 因為整件出的模型手 可能成本又貴了 不過你看 你這樣看鏡頭拍出來 其實造型真的蠻漂亮 我覺得本身的概念是很好 是 產品你跟得到 其實是非常棒 沒錯 是 其實一個好的 就是你換手的 就是沒有這些問題 是 但是 是 這個我覺得 這個技巧 或者技術 應該是要再高一點 可以是 是 變成可動性 可換性 有時可能容易弄爛了 或者是 喜歡玩得多 可動多的朋友 可能會對不到他的要求 沒錯 不過 挑戰砌模型 那樣東西 精細度 那些就完全表達了 那些機械感 對 這件我也很喜歡 對 多謝Thomas 因為其實Thomas一次過砌了兩隻 我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就找他的同事砌了 好 多謝Thomas 好 好 你喜歡嗎 會不會自己砌一隻出來 這隻我一定會 我已經留了一隻給自己 好的 我期待你再加持 就是砌完之後會不會加些東西 是啊 成品希望完結 或者拿上來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製作心得 會不會加一些燈 因為它本身沒有燈 沒有燈 好像是 所以你看到沒有掃出來 明白 多謝大家 好 好 留意回到大鵝泊文 Visual 待會會出現 好 再見 拜拜 好 謝謝你 好 我先拿一下